现在印度疫情也连带冲击了当地的民生经济 我们来看到其实印度它本身也是全球智慧型手机的第二大市场 很多手机厂牌其实都有在印度设厂设供应链 像是这个Samsung Apple Xiaomi Oppo以及Vivo 通通都有在印度设厂的 所以他们本来也预估说今年的全球智慧型手机 他们的销售年增率可以达到9.4% 但现在因为受到疫情影响了 已经下修到8.5% 那么另外这个印度产线 因为这个民众可能染疫或者是不敢出门 买手机的人也可能变少了 所以他们这个印度生产线也会受到冲击 年产量恐怕会下滑7.5% 那么不止这个手机产业被影响 还有再加上现在这个纺织业 大量的欧美纺织厂是已经转单 转到哪里就是转到中国去 所以现在的中国出口是受贿的 像是以今年1到4月来看 这个纺织它已经增加了18% 纺织出口 另外在服装出口也增加了51.7% 那再来看到钢铁业的部分 因为现在很多氧气都直接拿去救命 拿去医院了 所以因为氧气不足的原因 印度的钢铁龙头 他们现在已经减产了10% 请大家订阅按赞分享TVBS News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让您随时掌握国内大小事